而在防疫期间运动不能停 为了确保会员进入健身中心的卫生安全 城中运动空间除了落实两体温及酒精消毒会员的手之外 也错开了会员使用健身房的时段 并且在会员使用完器材之后 立即进行酒精擦拭消毒 以提供安全无余的室内运动空间 肺炎疫情间各项活动都取消 但是固定运动的习惯不能中断 为了确保会员进入健身中心的卫生安全 城中运动空间也加强了酒精消毒擦拭 每一个当会员来运动的时候 我们都会做一些像是额温枪 还有测量他的体温 然后体温过高的时候 我们就会禁止他进来使用一些的器材跟使用 那还有就是我们会用酒精消毒他们的双手 对然后呼吁一下跟来这里运动的会员 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有一些 有没有出国的现象 或者是大概询问一下他的状况 然后我们再评估说 他适不适合现在今天来运动 因为我们现在的上课都是在室内 那原则上大家会觉得减少到室内的运动 那我个人觉得是 其实我们的室内的处理消毒都做得非常到位 那除了自己自主的一些本身的要求 例如说会员来之后来这里之前 他应该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而适不适合来运动 那我们这里会做很多的像测量体温之类的 那像我们教室里面 现在其实大概的人数二十几个人 最多二十几个人 然后我们都原则上都会非常控管会员的状况 所以原则上来这些运动的会员 然后我们都很清楚他的状况的问题 这件事的器材 其实我们都是随时都在做消毒 不是定点一个时间做消毒 例如说会员使用完 那我们这里的员工就会很快的去做消毒 那我们现在这里的会员 其实他们的自主的观念都很好 他们都会像他们自己运动完 他们都会自己去拿酒精 我们的擦拭部做一些消毒的动作 健身中心表示 目前没有开办大班人数的集体运动课程 大部分都是一对一健身教学 而且一旦会员使用完毕健身器材 工作人员就会立即用酒精来擦拭消毒 也都落实了量测体温和手部酒精消毒作业 对于会员的自主健康管理 也都特别提高要求 以确保提供安全无语的室内运动环境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